你好我是有胜 你好我是有嘎 这是BFM财经所制作的财经股市之市场追踪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追踪一个话题 其实那就是在这个超级州里面 这些科技巨头他们的财报表现 那么其中我们要关注的重点就是Meta 或者更多人所熟悉的脸书 那为什么我们会说 这一个星期是我们美股市场里头的超级州呢 因为除了是美联储宣布进一步的升息动作之外 那昨天我们当然也看到说FOMC之后 市场引起了非常庞大的这个反弹的力度 那这一个星期呢 也是非常繁忙的美股财报季啊 有20%的标普成分的公司 即将要公布业界 包括呢就是刚刚过去的有麦当劳啊 通用汽车辉瑞 那在我们前个晚上呢就有Meta 还有接下来送下的这一个交易日当中 我们即将迎来的更加更加重磅 就是有谷歌的母公司Alphabet 亚马逊还有苹果 是我确实还蛮期待本周 这些公司他们公布他们的财报之后 他们的表现到底会是怎么样啊 因为在去年的熊市里面 这些科技股不是经历了一轮的血洗吗 所以有很多人都会关注说 在新的一季里面 这些公司的表现到底会是怎么样的呢 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这些公司的财报表现都能够重振雄风 现在市场整个在操作的就是 是不是已经熊转牛啊 我们现在已经回归到牛市了 看到大家也非常非常踊跃的进场 是最近很多亚洲股市 像是台湾啊或者是香港 其实都已经重新回到一个牛市里面 当然我们不知道说是一个暂时性的现象呢 还是可能会在下半年开始可能又突然回调了 这方面其实还是不知道啊 但其实聊回整个科技股的走势 我觉得我们不得不关注 可能一些已经公布他们的财报的公司 像之前公布的Snap也是还OK的 而有一家的公司是还蛮值得大家去注意的 这张讨论科技股的时候都会聊到的就是特斯拉 为什么会说到关于特斯拉呢 是因为他们在第四季的时候 营收变连续两个月是创下新高的季度 其中营收的利润还有净利润 也是达到单季历史的新高 收入和利润呢都是高于华尔街的预期 那么今年以来股价的表现是还蛮不错 大概是涨了超过70% 如果没有错的话 其实在去年的时候股价大概是跌了蛮多了吧 这个刚刚不久而已就差点要破百啊 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人敢买进 对啊大家觉得说特斯拉发生什么事情了 就在前年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说 科技股特斯拉的表现都是蛮不错的 但是发生了像是收购推特这样的一个的闹剧之后 我们看到说其实在去年的表现其实不这么好的 但其实他们公布他们的财宝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基本面好像还是蛮不错的 像是摩根斯丹利他们最近不是有发布一份声明吗 那他们是选择特斯拉为他们的首选 就是top pick的一个股项 并将他们的目标价定为220美元 我觉得200美元应该还是有机会能够重返的吧 这个也要看这一波就是在熊市当中的这个 尬空的现象究竟会去到有多强 但是超过200就是刚才你提到这个目标价220呢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挑战跟难度在里头 但是现在很难说因为市场也非常看好 自从特斯拉他们就是开始不断的在调降这个汽车的售价之后呢 其实也看到非常大的一个成效 甚至马斯克还非常就是骄傲的说 我们就是知道说大家很想要买但是买不起 那现在我们就是做到了 然后也明显看到这个出货量等等这一些呢 也有明显的一个提升 是说不定在今年陆陆续续 我们还是会看到特斯拉有很多的降价的一些的措施 那谈回我们这一次节目的重点也就是Meta脸书的财报 其实Meta这家的公司呢 相信大家在最近都有了解 他们最近都在不断的要去发展这个元宇宙 所以他们在星期三盘后公布第四季的财报表现呢 公司的营收是达到320美元左右 那么公司的整个的营收呢 是按年降幅大概是4% 没有达到市场所预期的降到7% 而核心业务的广告收入呢 按年也是降4%左右 比预期的降大概5%左右 是比较缓和的 虽然看上去不算太好 但好像也不如所预期中那么差了 但是Meta的股价呢 在盘后的时候呢 直接飙涨了将近20%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更值得大家留意的是呢 Meta公司同时也宣布 他们要回购400亿美元的股票 而且呢 这么做就是为了要稳定 他们公司股价的表现 还有接下来呢 要大力度的去下调支出 甚至还说 他们要裁退更多那些管理层啊 经理级的这一些员工 那有很多人就认为说呢 Meta 看起来是有意思 开始要减少在元宇宙的业务上 大肆超前的这个动作 所以这些统统的都被市场解读为大利好 是 我已经是很久没有看到 就是Meta这些公司股价是涨那么多的 我还记得在去年刚刚开始说 他们要发展元宇宙业务的时候 其实有部分的人是 还蛮期待的 毕竟是新的业务嘛 但其实也有另一批的人是觉得说 你整个脸书的平台 发展的好像面临一个的瓶颈 包括他们的活跃用户 好像也没有这么多了 而且营收整个数字广告业务 也是没有发展的这么好 你还要去做元宇宙 还要去烧钱去做这个业务 会不会有点本末导致了呢 但其实所以我们也看到说 在去年的时候Meta的股价 其实在整个标普500指数的成分股里面 其实是跌最多的 比特斯拉跌的更重 但今年开始我们也就看到说 整个的广告表现 有稍微是回涨了起来的 我们看一下 在Meta最新一季的财报里面 还算是不错的开局 主要是公司在公布财报之前 另一家社媒的巨头 Snap 他们也不是公布了 这家公司的财报吗 结果他们是史上 面临首次营收增长停止 所以很多人就担心说 社媒收入增长停止 到底会不会外当Meta 或者是谷歌 这些以数字广告为主的 科技巨头身上 是 这个就是非常大的一个隐忧了 但是 其实同时Meta的财报有显示 虽然它们只是仅次于谷歌 也算是一个数字广告的巨头 但是呢 他们这家公司最大的收入来源 就是广告的收入呢 依然是有持续面临下滑的 这一个迹象 但是呢 好在就是财报公布之前呢 市场的预期其实是偏低的 所以他们怎么样都是 有就是有逼到 这个市场的预期 而且呢 环比的这个收入呢 还呈现了大幅度的增长 而且非常值得留意的是呢 他们也开始 就是Montzuckerberg 也看着出他有那个曾经 就是想要 推下来一步 然后将这个重力 重心点 活力全开的集中在 他们的本业务上 好像 其实有很多的机构的 这一些分析师呢 都非常看好 他们这一个 数字广告的发展前进 还有包括他们的IG Reels 也是有很大的一个 发挥的潜能 甚至呢 有开始慢慢抢攻回 这个TikTok市场的 这个势头 是 尤其是这个数字广告的业务 确实是在 你所说的平台上是 比较多人诟病了 包括我们一般的用户在用 可能脸书这个平台的时候 其实都可以看到 有很多植入性的 这样的一个广告 突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好像并没有做到 很精准的一个广告的投放 就引发大家觉得说 我为什么还要用脸书这个平台 它的广告又多 可能又不是我想要看到的广告 所以他们就渐渐的 就跑去用其他的 这样的一个社美的平台 比如说TikTok之类的等等的 但提到关于数字广告业务的 一个发展 其实在去年 这些美股科技股 他们的跌幅 其实是创下金融危机以来最大的 而收入主要依赖是 在线广告的这些科技公司 他们的表现都是非常糟糕 但我们从这些互联网的 公司财报来去看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迹象表明 这些的公司像是Metal 他们的广告业务 可能会出现一些的转机 比如说其实在2021年的时候 大家应该有印象 苹果不是推出一个 ATT的一个的APP 追踪透明度的一个的服务吗 这个的服务生效之后 Metal它其实是一直去改进 他们的广告追踪技术的 还有开始去利用其他的数据来源 来到去定位他们的用户 其实主要还是要做到一个 精准投放广告的一个的效果 让他们的广告业务 是能够做得更好了 是 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方言看 Metal究竟在这个制定工具 还有指标方面 怎么样去提高广告上的 这个有效性 跟过去几个季度相比 其实很多分析师依然是非常看好 Metal的业绩在未来短时间内 依然会持续反弹下去 但是因为市场现在也是非常担心 潜在的这个经济衰退的情况 所以有分析师也预计 可能线上的广告会面临更大的动荡 这个也是投资者必须要牢记在心里的 是 我最近便有看到有美国那里有一家做市场调研的机构 他们便有对很多的广告客户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调查 那他们是预计说 其实2023年这些的广告的客户 他们的支出仅仅只会增长3%左右 大概是五年来最差的一个的广告的增长 而其实在前一年呢 这些公司的支出增长是在7%左右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年整个广告市场的一个的增长的幅度 应该还是被持续缩水的 而在这份报告里面呢 其实也有大概三分之二的广告客户 他们是将经济衰退是作为会影响他们的预算的一部分 其中包括像是通膨啊 或者消费者疲乱等等的一些的宏观的因素 这些依靠数字广告业务为主的公司 到底能不能够摆脱收入增长停止的问题呢 我觉得真的是要让我们拭目以待一下 但是无论如何的 在美国科技股巨头 就是那些FANG FANG里面的炸堆的财报的 也即将在上下的这两天 就是星期四和星期五陆续出炉了 那想要持续跟进 这些科技公司最新一个季度的财报表现如何 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在下个星期会做一个更加全面的盘点 那么财经股市之市场追踪呢 是由BFM财经制作的单元节目 这个节目呢 将在每周四傍晚五点以后定期更新 如果你也喜欢和我们一起追踪市场的动向 记得要在我们的脸书专页追踪最新一期的节目 并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我们下期见